最近望著和謝君浩 巡沛彩排舞台劇的劉嘉玲 雖然說緊張到夜晚睡都睡不好 但是日前老公梁朝偉生日 當然都有花心思幫老公慶生 除了送上蛋糕和售包之外 還準備了禮物 我其實一早選了一份禮物給她 雖然她都很客氣說不用 每一年都說不用不用 但我每一年都要買些 因為我想哄她買給我 這個也是 這個只是好小事 我訂了一個蛋糕 我覺得挺有創意的 她都很驚訝 她不會有什麼生日願望 韋仔早前約滿王家衛的電影公司 由嘉玲姐暫代經理人的職位 不過嘉玲姐就表示不想一直做下去 現在很多人打電話來應徵做她的經理人 因為知道她結束了一段經理人的合約 那我幫她在篩選 是 會不會有些合適的呢 都暫時看到有些 你有沒有好介紹 因為她真是很 我真的要很小心地去幫她 適合她的 因為她不是一個正常的一個演員來的 她有很多自己的皮性 任性 不講道理 很飄忽的 所以變成我經理人 真的要很 真的要很 好像我那樣 會不會想像你做她的經理人 好像你是最佳人選 我應該是最佳人選 但是我又不想這麼 混在一起 工作生活都在一起 變成大家沒有氣頭 嘉玲姐還透露韋仔對舞台劇 越來越有興趣 還會來看她們彩排 不過不知道嘉玲姐 有沒有預先跟老公避案呢 因為她和謝君浩 這次要上演激情氣氛 阿桃哥說很精彩 親密的氣氛 她說 是嗎 對 我覺得還未夠 對 再可以激情一點 再可以激情一點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愛這個人的話 你會有很多不同的形體上的表達 恨子街坊 對 恨子街坊 她盯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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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那個是我 你明白嗎 你沒有機會 算了 我的意思是 我代替嘉玲和你 哇 是不是OK 她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她在說這件事 是吧 波哥說 為了準備演出 現在很努力地保持身體健康 希望以最佳狀態和觀眾見面 這麼說